小船無從力,無聲,本而作脆解,見書文解自許慎著,乃傾存力以疾乎其事之意 故從力,又以無音無,本作強,強,解,乃不鬧屈之意,傾存力以疾乎其事,當憤亡直前,他無所屈,故無從無聲。 其二為 一,是若慕,即是情,例如,正慕,習慕,幽如易經,在詞,故能,成天下之慕。 二,是要若慕,當時所急之事,例如小記,陳如烈傳,大王舉良楚。 二世,慕在入關,未及修何不也。 三,翠若慕,紫翠之稱,例如國瑜,進,德國之慕也,住,慕,有翠也。 四,收稅翠若慕,宋時有史以慕,確誇慕。 五,聖,信師無成之後,下無有無光,望出河南。 六,動詞,吹,吹符,例如論語,學而,君子無本,本立而到生。 七,勉,勸勉,例如宮陽傳,定宮二年,不務於宮失也,住,慕,免也。 八,上,例如禮記,曲禮,太上貴德,其次無布施。 九,求,例如呂濫,孝行,所謂本者,非耕雲種植之衛,無其人。 也,住,慕,求也。 十,促職,例如左轉,民工二年,無財分農,住,慕,職也。 十一,扶持,無必,竭力以赴,表姓太,例如孟子,告子,君子之史。 君也,無人其君以當道,至於人而矣。 三百六十行,項項出狀元,生活之中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愛好與興趣, 所以忙碌奔走,國取所需,又擅長的不同,故趨向也不同, 所以在千萬的事無中,有的無農,有的無功,有的無實,有的無虛, 而不管選擇哪一行,能否做得出色,還要看對他有多少的興趣,多少的智慧,多少的毅力,多少的決斷力,多少的堅定,才能真正在哪一行干得有聲有色。 也許,這就是古人將無色為趣的智慧,人的生命有限,古人說譬如潮怒,又似白驅過驅,再除去吃飯睡舊,能真正被好好利用的時間就很少,精力也很有限, 如果不能有所取捨,則是貪多無德,也許便一無所獲,而只有善家取捨,凝聚精神,感受到其中的樂趣,才不會懈怠, 故能傾力以疾負視,把自趣的力量發揮自極處,才能登堂入室,有所成就。 無知傾力,告訴我們要集中精神,才能學有所得,突透鏡有最光的能力,當它將太陽光最焦到一點,所產生的熱量就能點燃子片。 無知不屈不鬧,告訴我們要有毅力,能持之以恆,才能達到最終的目的,比如要挖一口井,如果滑了幾下,沒見到泉水,就半途放棄。 再找其他地方開滑,就算滑了千個百個,也將一無所獲。 而在生活中,人士分繁,好象時時處處都有所務,在個人要整理內務,在家裡要做家務,在學校有校務,買賣商品有稅務,有人在山野鄉口無農,有人在繁華都市頭身商務, 有人忙忙碌碌跑業務,有人勤勤狠狠狠理政務,人有所務,便將自己一份力量付出,才構成了社會人生之百態。 事務有公務有私務,我們就要公私分明,不能假公制私,以私廢公,而應當有大局為重的觀念,甚至大公無私的精神,事務有大有小,我們需要之輕重援急, 你清頭水,才能亡而不亂,從容不逼。 事務有本有沒,大學告訴我們得者本也,才者沒也,有指明確地說孝體也者,其為人之本語,君子要無本,本立才能到生。 事務有正有邪,人生的道理儘管曲折陷可,但我們一定要無正業,走正道,才不止於一失足成千古恨,再回首以百年生,無知如是,我們不能不謹慎小心。 古人們也常教我們許多無的道理,他們積累了豐富的人生經驗,以先覺的智慧告訴我們適時務者為進結。 適時務,必須先認識自己,自己有哪些優點和缺點,有哪些特場可以發揮,有哪些雜氣需要克服,都能了然於空,反觀自省,而能不斷提升。 適時務,其次要看清楚自己所處的環境,所處的位置,從而知道哪些事能做,哪些事不可做,哪些事必須去做,才能進退治癒,少有過失。 歐陽首告解我們,無持眾,不急功近小利,這事說為人處事,不能輕浮,輕率,也不能急功近利, 因爲見小利,即大事不成,只有持眾冷靜思考,才能看清問題的實質,分辨出是非是惡,不會因爲一頁帳目,而失之泰山。 諸帕勞自家格言常說,居身無其劍破,較只要有異方,劍撲是涵養修身的美德, 只有劍撲的人,才會懂得物力艱難,懂得感恩生活,珍惜親情,有情以及來之不義的緣分, 又會懂得手心自愛,自強不惜,忍耐上進,是最好的全家之寶,更是一個家庭,家族綿延昌盛的關鍵。 日理萬機的唐朝宰上章九寧,參五無之後,告解後人無廣得者昌,無廣地者亡,深空擴達, 修見了杭州蘇堤的蘇東波,參五無之後,勸戒大家要無實效而不謂虛名,善於讀書的活居人, 參五無之後,勸勉我們讀書無再循序漸進。 人生之無再何處,確實需要遠見與卓式。 三百六十行,你無哪一憑,參五者無止,你會告訴大家什麼呢? 三百一... 三百六十通之一問怎外,老爺盲你還沒有etera幺度有一些負荷 三百六十高損之一,這次給我 nered Christina issa也一直 common, 感谢观看